欢迎收听coco早餐 7点17分14秒 我是周易克 欢迎您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的尼泊特台风已经登陆到台东 在暴风圈并没有触及北北基的状况之下 可能如果在台北或是新北跟基隆地方 大概不会觉得风雨很大 但是台东跟中南部地区的狂风暴雨 是令人觉得十分的吃惊的 这个台风原先感觉到好像是要笼罩全台 最后的发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今天早上如果您刚刚起床的话 你会发现路上非常的清空 那是因为今天不上班 而且有些公车的路线也不行驶 路上确实是人烟稀少 但是好像台风袭击来的状况也不是那么严重 那等一会儿呢在7点45分到8点的这个时段当中 我们要请到气象专家彭启明先生 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迪伯特台风的动向的变化的解说 那因此呢我们把7点半到8点的旅读中国 这个崭新观点看两岸的这个单元呢 把它提前到7点15分到7点45分来这个进行啊 那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原谅 当然旅读中国杂志 我们也非常谢谢计划主编维拉尔跟我们的配合 同时呢今天的题目非常特别哦 简讯号码0976518518 请您先记载下来 我们有旅读中国杂志要送给您 好这个现在维拉已经在线上了 维拉你早 哈喽维拉 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非常谢谢你哦 好这一期好特别哦 汤贤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 没错 来告诉我们您 这个怎么会 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对比 而且还是要叫大家进行一场穿越时空来看戏 而且穿越时空来行这个旅行的一个非常壮阔的企划呢 哦没错 因为旅读中国其实是一个同时关心 我们关心的不只是旅游嘛 还有文化跟生活 像我们今年二月就出了精品梅特辑 对 所以在七月的时候我们发现说 哎 今年是一个好特别的年份哦 今年就是居然东西的两位大剧作家居然是 适适于同一年 然后今年刚好都是他们适适400周年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 以现在的人的角度 去还原当时两位大剧作家的生活环境 那如果像读者如果看着我们的这个专题 其实就很像回到400年前去旅游一样 好 萨士比亚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这个汤贤祖应该以前 大家也知道 这个他的作品 我们跟那个各位来先介绍一下 汤贤祖最有名的剧 这个名剧就是牡丹亭嘛 各位也知道 这个在我们的文学作家当中 有好几位他们都在推动 像汤贤祖的作品的演出 你们在这个专栏当中 从汤贤祖的介绍到 萨士比亚的介绍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 就开始看剧作家 他们的人生的周观 所以这个 先把我们介绍 写作汤贤祖 为什么说他是 从官场庙堂 到这个一个红毯上的 一位三部跟四梦的一位剧作家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白仙荣老师 很喜欢牡丹亭嘛 大家现在的读者都是 透过白仙荣老师知道 就是牡丹亭这个作品 对 那我们想到汤贤祖 可能会觉得 哦 他是一个剧作家 可是实际上 他应该是一个 不得志的政治家 或者是知识分子 然后他在官场上 变得不太如意之后 辞官反腔 然后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 写出了四部剧作 然后才变成说 就包含牡丹亭在内 然后才变成说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 说汤贤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 是中国的大剧作家 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 他本来想去当官的是吧 对 他本来要当官 而且他其实也有当官 但是他的个性太洁癖了 不然他从小其实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才智 你想想看就是那种 全国联考 职考第一名第二名 那种等级的超级直优神 可是在他要去参加科举的时候 他拒绝当时的宰相 张居正的招揽 然后得罪了张居正 所以在张居正在位的时间 汤贤祖一直被打下来 一直被打下来 就是考试考了可能 非常多年 十几年都一直很不顺 都没有考上 那一直到张居正 死掉隔年 他就考上了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会 攀权富贵 攀马逢营 然后汤贤祖 你们用的这个人头照 是画出来的吗 对 是我们的每边 就是去怀想汤贤祖的样子 然后把它画出来的 对 一个考通版 挺有意思 这里面还提到他的 就是他不屑于 跟官场人士打交道 然后他就只是跟这个 才子学人来往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其实他就算 当了小官之后嘛 然后他的那个洁癖 还是持续在发作 就是他当官之后 一定还是会有 当时的大官来拉拢他 可是他都不屑去参与 所以他就一直当一个 很小的官 那种六七品 然后在南京主持 类似国家祭典 就是跟朝政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小官 嗯 结果呢 他的 因此还成就了 他在这个 文学上的创作嘛 奠定了他的 剧作的基础 其实明朝也是一个 非常华丽的朝代 从这个繁荣 这个高峰 一直到最后 这个被亲人给入关 不过 汤贤祖 你们写到了他的 好几个不同的选择 就是三部跟四梦 那他的最终的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盖棺论定 而最近他的这个 事迹还被浙江 岁昌的这个 邮票的发行当中 把他这个列入一位 纪念的人士当中 对 因为其实大陆 对于汤贤祖 逝世四百周年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非常的重视 对 他们从今年开始 就是跟汤贤祖 有关的几个省份 比方说您说的 这张岁昌 就是他被当一个六七品 他曾经在 他当关的地方 关过一个七品的县令 所以岁昌跟他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是 那就是 今年大概在 年初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岁昌已经举办一个 那个汤贤祖的文化艺术节 那现在已经结束了 不过 今年的重头戏 是9月24号 汤贤祖的生日的时候 汤贤祖的故乡 就是江西的辅昌室 会举办一个 三个礼拜的 汤贤祖艺术节 那如果读者去到那边的话 读者或听众去到那边 那你可以参加 他们的类似那种 民族游行 会有很热闹的民族游行 然后也会有那种 辅州市政府特别排的 大型音乐剧 然后还有那个 相音版的 林川寺梦 所以你可以去看到 就是 他可能是 不是平常的商业巡演 是为了这个艺术节而准备的 好 这个就是大陆 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也有一位 这个 不释出的才子 汤贤祖 逝世四百周年 那在英国呢 沙士比亚 已经变成了 英国的 全国的一个 纪念四百周年的运动 而且把它搞成了一个 世界大事 对不对 对 好这个 你们也写了 沙士比亚 对哦 沙士比亚到底从不存在 这个已经 沙士比亚就是大家都会 一直 就是不知道的人 就是在我们接触之前 都会觉得这么有名的大文豪 一定是就是他可能 几岁在干嘛 几岁在干嘛 都有人记录下来 对 对 可是实际上不是 那时的 关于沙士比亚的史料 非常的少 就是你很少看到 他的什么日记呀 或者是什么 他很他去谈他的一些 我的创作怎么样的手稿 就是几乎没有 这样子的记录 然后我们可以看 现在的人流传下来 资料顶多就是一些 他在他的故乡 一个英国小镇 史特拉福镇上面 可能出生记录啊 结婚记录啊 买房子之类的 可是问题是 他在小镇上的记录 完全没有提到 哦 我在伦敦写剧本哦 这件事 所以后人会怀疑说 这个沙士比亚 真的是大文豪 沙士比亚吗 还是会不会说 还是会不会是 当时一些有名的剧作家 想要再找一个画名 来写剧本 然后故意刚好 找了沙士比亚 跟史特拉福小镇的 那个人同名同姓而已 当然就有很多的 这个 意识跟这个流传到 民间的故事啊 可是对于这个英国人来讲 沙士比亚当然是存在的 对不对 而且 没错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 沙士比亚当然是存在的啦 好 这个 汤贤祖跟沙士比亚都是在 这个西元1616年去世的 所以呢 他们两位都是去世400周年 我们看到这一期的旅读中国杂志呢 其实还有青藏铁路10周年的一个纪念 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报道之外 还有穿越时空来看戏 汤贤祖 沙士比亚 适适400周年纪念 这个呢 在我们线上的是旅读中国杂志的特约计划主编啊 维拉 我们介绍的汤贤祖也介绍了沙士比亚 那 讲白一点 大部分人也都听过一点点汤贤祖 听过一点点 沙士比亚啊 那你们怎么样把这两人结在一起 还做了一个封面故事 叫我们大家一起去 跨越时空壮丽旅行呢 我们是想要用就是现代人 就是我们的假设是 如果汤贤祖跟沙士比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或者我们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会看到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就是现代人听到汤贤祖跟沙士比亚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听到可能就觉得头很大 觉得是国文课本 然后觉得很沉重会不会看不懂 可是其实汤贤祖跟沙士比亚 在他们那个时代啊 他们的戏就像我们现在看狼牙榜 看冰与火之歌一样 当时的观众是非常喜欢他们的 所以你可能不要从可能国文课本上面的人的角度 来看他们二位 而是你可能就是会想说 他们是当红的剧作家 他们是当红的小数家或者是文学家 同时代的人是怎么样看他们的呢 从这个角度像朋友一样 然后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二位文学家的生活 好所以就从江西临川 这个具有先气的地方写起 还有一次旅读中国杂志的作者们 做了一个生平表 还把他的关系做了一些互动 我们为了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再请你告诉我们 怎么跟着汤贤祖跟沙士比亚去旅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呢是尼泊特台风 这个袭来台湾全台几乎全部都在 这个防台的台风架当中啊 虽然台北市啊 今天早上看起来是风雨非常的小啊 不过究竟这个台风的动向如何 等一下7点45分以后 我们来访问彭启明 这位气象专家同时昨天呢 在松山车站发生了台铁的车厢的爆裂物事件 已经有25个人受伤 这个嫌疑犯到现在还没有逮捕 但是好像已经有点迹象 行政院已经成立了一个应变小组 等一下8点 整点新闻之后 我们要来行政院跟发言人 同政院先生来连线啊 来请教最新的发展 当然对于台风的动向 我们也会给您持续的来做最新的报道 实际上今天我们也还约请了 前任的新疆舰的舰长啊 这个吕李诗先生 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谈一谈这个海军的生涯 海军啊 在舰艇上面到底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啊 所谓的新疆舰 金疆舰 这些紧疆舰级的啊 这个啊 舰艇上面呢 这些海军是怎么保家卫国的啊 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 现在我们他所进行的是旅读中国啊 这个单元呢 这个非常谢谢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 每个礼拜五啊 这个每个月 给我们他这样的一个珍贵的报道 同时啊 也送送听众朋友五本旅读中国杂志 我常说这个杂志啊 他不叫杂志 他就是宝贵的珍藏的书籍 这个月讲的是汤贤祖跟莎士比亚 所以呢 您的这个简讯的通关密语是穿越时空来看戏哦 或者是穿越时空也可以来旅行 好我们呢 请到的是旅读中国杂志的特约企划主编维拉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跟着汤贤祖 这个一起去看戏 跟着莎士比亚一起去旅行呢 好维拉 你们做得好仔细哦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听清楚 好 你们把那个汤贤祖的那个生平表做得好仔细哦 中间还有这个 他的模拟对话 哦对 没错 就是我们希望带着读者去看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时代 在他们的环境里面 你看到的风景会是什么 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些事 或者是看到的这些风景 才会影响他们写出这样子的举作 好有哪些风景呢 而且他们两个人呢 出生大概都在16世纪嘛 对不对 也有一些相对照 跟这个汤贤祖跟莎士比亚的对照 好那告诉我们你们的特别报道里面 就是说哪些风景会看到哪些的戏剧呢 比方说很有趣的是汤贤祖 影响汤贤祖很深的是 他出生的地方江西哦 就是一个道教的修仙的气氛 很浓厚的地方 因为江西境内很多山 然后而且那个山不是特别 不是普通的山哦 那些山都是有很多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传说 就是有很多道教的仙人 在这里可能在山洞里面 修行修仙 所以其实对汤贤祖的性格来说 他后面会写 寒丹记跟南科记 这两部作品都是男主角最后顿悟了人生 然后跟着仙人去修行 这可能就是江西给他带来的影响 那再加上说汤贤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在南京可能考试啊读书 他在南京生活很长的时间 那南京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因为繁华所以文化很昌明 他在南京的时候接触到了很多戏曲 小说还有各种很开阔的思想 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奠定了 他为什么会开始写戏 因为他可能开始把 他看到的很多缤纷的东西 写进他的剧作里面 所以现在他的出生地 除了刚才讲到他当官的地方 岁畅浙江几个之外 对不对 那他的出生地也是一个 很多人膜拜观观的景点咯 对 就是江西境内是很多山的 他的山水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就是像我们刚刚说 有道教的那种仙气在内 所以有很多就是 不管是宗教啊 或者影艺修行的人都会去 就是类似朝访宗教圣地这种感觉 会去爬登山去 看这些修道的古迹 是的 所以这个我们寻找汤贤祖的足迹 就从江西陵川开始 对不对 然后到了京陵 这个众都南京 那个跟着我们的企划主编呢 他把这个汤贤祖的医生 所做的描写 这个这个做的表 你们好仔细哦 还对照了莎士比亚 他们两个人还穿越时空来对话 对啊对啊 好可爱 这个各位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杂志里面 在1550年到1576年大概就是汤贤祖跟这个沙士比亚出生的这个时段当中 沙士比亚跟那个汤贤祖说 你这样趴趴走又找张巨贤祖或其他大臣来当这个这个这个记名庇护人马吗 然后这个汤贤祖说 为什么呀 晶晶赶考看风景 招谁惹谁了 然后上士比亚说 没有正当职业在我们国家就是流浪汉 那你们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对照的这个时空的这种交汇之下 一方面这个去寻找汤贤祖一方面也去从汤贤祖的时代来遥想他跨越洲际的莎士比亚是这样吗 对没错就是我们很想我们很想想象说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有脸书或line 然后汤贤祖如果跟莎士比亚是脸书的朋友或line的朋友的话 他们应该会这样子聊天 对好可惜哦 这个或许400年以后现在的剧作家们 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在line啊 或者说在群组上的留言就会变成正常的这个史料了嘛 对不对 很有可能啊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 那关于这个这个所以关于汤贤祖到了南京之后呢 你们觉得还要这个去寻找他哪些足迹 去怎么去理解明朝的这个舞台的演出呢 哦就是这样他到了南京之后呢 其实做了一件很惊天动地的事 他写信去他写信去北京就写折子 去批评皇帝说你施政错的不够好 所以皇帝怒之下就把他扁到广东 就是最南端的要已经要出海的一个很贫穷的小线 那他利用这个机会就是一路南下 他花了100天到达广东 可是他中间其实不是一路直去的 他就是慢慢走慢慢走 所以他从江西就是他从南京回到江西之后 再从江西南下 所以他一路走了江西广东 而且他还绕到当时的澳门去哦 非常的特别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他到了澳门有一个异国风的地方 对 因为当时的澳门是一个很热闹的国际市场 可能刚好在数十年前 在唐贤祖的年代的数十年前 就有那种葡萄牙人意外在澳门登案 那久而久之可能外国人发现 有一个中途的停泊点吧 他们就都会上岸到这里来做一些简单的生意 那个时候澳门就发展成一个非常热闹的国际市场 就是异国的香料啊 宝石都会在这边交易 就是目不暇及 那这些场景也有被唐贤祖写在牡丹庭里面 写在牡丹庭里面来描述这个耶稣会的教堂嘛 对不对 对 你们想想牡丹庭里面有教堂吗 可是其实它是有的 只是很不明显它是背景 原来他说这是翻鬼门建造的 因为这真的是有点歧视的话 但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称呼外国人的 这个是广州府香山澳多宝寺 那这个还举行什么活动 都在汤贤祖的这个牡丹庭里面的对白 跟这个剧作当中 好最后他到他还到了这个穷州 对穷州就是当时 穷州就是海南岛当时叫做穷州 那因为他既然都已经到广东最南端要出海的地方了嘛 你搭个小船出海就可以到穷州 因为有一个比他更倒霉更倒霉的大文豪 被扁的比他更远 那就是苏东坡 他只到大陆的南端而已 可是苏东坡还过了南端出了海 被扁到海南岛去了 所以就是他抱着缅怀苏东坡的心情 他就出海去了海南岛 好这个是汤贤祖的足迹对不对 那当然关于这个 这个各种这个剧作的演出 这个旅渡中国杂志也有非常清楚的报道 那么关于他们的经典莎士比亚的足迹 你们哪个建议大家去哪些地方 哦 沙士比亚的足迹的话 最值得去的两个地方 就是跟沙士比亚有关 一个是他的故乡史特拉福镇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成名的地方 就是伦敦 伦敦的环球剧场 这两个地方呢 到现在都还是想要看正宗 原位沙士比亚剧作的人 会去朝圣的地方 好 这个同时呢 这个也很这个 非常认真的 这个旅渡中国杂志 包括维拉 这个为我们主编了 这个东西经典剧 这个票房保证的几出剧 就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嘛 对不对 帮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好吗 哦 其实就是汤贤祖的作品 他一辈子只写了四部作品 就是《紫差记》 《紫单亭》 《寒单记》跟《南科记》 那他沙士比亚作品就多了 他写了好几十部 好几百部 但是《紫差记》的作品呢 他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就是他刚开始创作的时候 有一个模拟时期 这个时候他就会借鉴别人的一些风格 他会写一些历史剧 比方说像《理查三世》 那接下来呢 他会迈入就是悲剧的时期 就是悲剧时期 就是他可能开始接触到 他自己人生也长成了嘛 看到人生百态 就会挖掘人性深刻的面貌 那这个时候就是 他的代表作就是很有名的马克白 那接下来就是 等到他的悲剧时期过了之后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 历史剧跟喜剧时期的代表作 那这个时候他通常都会取材一些中古的民间故事 比方说我们知道的《种价业之梦》 那在莎士比亚的晚年呢 他的创作已经很少了 而且因为年纪大了 心情变得很甜淡 他就会写一些田园剧 就写一些浪漫的传说 这个时候的代表剧就是暴风雨 非常深入浅出的汤贤祖跟沙士比亚的跨越时空的欣赏 跟他们的跨越时空的足迹之旅 跟戏曲欣赏 欢迎大家仔细的阅读 旅读中国杂志 你可能就把这两个人的八百年都很快的理解了 特别是今天是台风的日子 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本阅读 也非常谢谢 谢谢维拉 谢谢 谢谢 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的特约企划主编维拉 他为大家介绍 在这一个月 17月份的旅读中国杂志 听众朋友 非常谢谢旅读中国杂志 送送给我们五本 你要写上通关密语 其实写汤贤祖 沙士比亚 传业时空法 那像就可以了 0976518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询队 有询队 Bhag板 小心